9月19日,南韩女艺人金泰黎出席南韩网络摄影记者协会举办的颁奖礼 被授予了今年的最上镜奖,实至名归 当天金泰黎身穿一席浅粉色衣裤,她俏脸轻利,袖眸明亮,微笑甜美,乌黑的绣发飘逸,她双手举着自己的血针 魅力不可小觑 金泰黎身穿一席浅粉色衣裤,她俏脸轻利,袖眸明亮,微笑甜美,纯红齿白,乌黑的绣发飘逸,美得不可方物 20日,金泰黎经由南韩人穿国际机场飞往米兰参加时装周 在机场外摆了各种post给记者拍照,看得出来她心情非常好 走进机场时,金泰黎还开心地和镜头挥手 之后记者提醒她没戴口罩,她马上用脸急刹车,翻了裤子的口袋又翻了包包 甚至连手机都掉出来了,让一旁的工作人员看到也赶紧来帮忙 金泰黎这可爱的举动果然又引发热烈讨论,网友慌张到手机都掉出来了 感谢观看